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版的工具 我自己也在使用的叫ChatGPT 这个是一个聊天的工具 然后它可以聊天,可以对话,然后你可以问他问题 可以让他给你写文章,可以让他给你写代码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而且它是一个 目前是1.0的版本,只能用文字的方式来交流 你可以用中文,英文,还有绿文都可以交流 就是类似于全知全能的神一样存在的 这个工具叫ChatGPT 是由硅谷的一家OpenAI的这家公司研发出来的 但这家公司早期在成立的时候,在2014年到2015年的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是由马斯克找了十几名工程师 然后创建这家公司 后来马斯克七年左右的时候 后来又退出这家公司 后来被微软给全知收购了 这个ChatGPT是在2022年的11月份中旬和下旬的时候上线的 我只在2022年的12月份中旬的时候知道这个东西 我也尝试着使用它 到现在我一直在使用这个公司 超级好用,我们传统的再去问一些 因为我们现在要搜索一些问题 答案的方式 你通过百度或者谷歌这种来搜索来说 你找某个问题 把问题抛出去 它会给你很多很多问题的答案 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 而且你要自己去找 而且合适的 你花很多的时间都不一定能找到你觉得满意的答案 但是这个工具就不是 它就是类似于像于 全知全能的神一样存在的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直接跟他问他 然后他可以用人类能理解的语言来回复给你 然后能给你最直接的答案 我们去年不是把那个 今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 把我们的那个 名字给改掉了吗 频道名字改了 也通过他 然后让他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一些 名字 频道的名字 我从中选了一些 我能接受的 我喜欢的 然后把名字改了 也通过他 后来我要来马来西亚旅行的情况下 就是 马来西亚的一些 吉隆坡一些好玩的地方 住宿打车 还有 去哪里玩哪里热闹 我都会通过他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都是通过他来制定一个旅行的计划 包括我来马来西亚这么久了 就是关于我要去哪里 然后有需要就是做什么文案攻略 我都通过他来做直接了解 再说我近期要去泰国和爱 我也通过他来了解一些泰国当地的文化旅游景点 还有泰国这些 因为我们去旅行 有两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去 一定得运的上 就是住宿和交通 这是我们必须要接触的 所以我会通过他来了解当地的这些 使用的这些有什么APP 我能用的 还有住宿用什么软件 比较合适的 都通过他来了解了 包括订机票 都会通过他来了解的 我看一下我我给大家登录他的页面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怎么操作 超级简单 而且超级好用 这个就是他的页面 非常简单 目前只能通过与文字的方式来交流 就这里一个对方框 我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他给我回复 就是当然可以了 我是Trad GPT 一个由OpenAI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 我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回答 用户的问题 提供帮助和完成各项任务 我的知识库 你知识库覆盖的各种的领域的信息 包括 但不限于科学历史文化语言技术 和社会科学等 我还可以与用户进行聊天和对话 以此来增加人工智能的交互体验 无论是在教育 商业和 商业还是日常生活中 我都可以为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服务 然后后来我又要求他 我说我需要做一期关于你的视频 你给我一个文案需要1000字的 然后他给我一份这么长的1000字 那我要2000字的他也能给我 这个就是我当初需要改那个频道的名字 我就通过他来去找一些我要的频道名字 我只给他 请给我10个全球旅行博主的频道名称熟悉点 博主的名字本能是杨丽和陈阳 然后他给了我10个 我认为10个不够 再来再来10个他又给了我10个 然后可以再来给10个 可以一直要 然后你可以通过发问的技巧 好难得到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有时候你打出自己的情况下 他也能半夜纠正 非常厉害 这个是我当初决定来马来西亚旅行 我想推荐 前来他给我找一些关于马来西亚好玩的 好吃的推荐给我10个 他就给了我10个 很直接 当地的美食特色 他又给我推荐了5个 我让他推荐5个 他给我推荐5个 然后在马来西亚的交通打车住宿 推荐的apple 他给我推荐了 因为我们决定去马六甲 我就问他有什么交通工具 他给我推荐这些 后来我又需要订机票和火车票apple 他又给我推荐了2个 当然这个我们后来没有用 是因为我朋友来接我们了 所以我们没有用 这个就是我决定去和爱 在泰国和爱旅行的 我需要了解当地的一个城市交通的情况 所以他给了我一些 问了一些关于打车软件 他也给了我一些 那和关于和爱的机场有几个 他也给了我一些 还问了一个问题 和爱的机场可以落地签吗 虽然他的信息是滞后在2021年的 有滞后性的 当然我也通过别的网站去了解了一些 谷歌啊去查询了一些 还有一些 别的一些博主也了解一下 好像是可以的 问题不是很大 和爱是可以落地签的 我是通过我在确认信息的情况下都会通过三个渠道去确认一个信息的准确性的 我让他给我一个关于和爱旅行的一份计划 他给了我一份 怎么查 我需要一份和关于和爱旅行的交通 当地的美食文化 风俗 包含在内的 他又给了我一份 不要求开 所以你可以一直问他要一些很多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关于和爱周边旅行值得去的地方 他又给了我一些 给我的建议 从中可以选择 目前这个 目前这个软件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事情 只要你想问他都能给你回答 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我是做一个旅行博主 我目前用这个工具的频率高于所有的搜索引擎 而且他能给我一个非常有效的 而且比较精准的一个答案 而且如果他不能给我答案 他也会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当你发问的时候也需要有技巧的 所以 非常好用 但我不知道国内好像不知道能不能用 国外还是很很多人在用 而且也很普及 我希望把这个工具好的东西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运得上的方向 真的非常棒 而且我们这次出来旅行的时候 有很多人通过平台 信给我们 你们来马来西亚运什么打车软件 你们运什么住宿的软件 你们在马来西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通过他来了解 因为我们也是通过他来了解这个世界了 而且我们也找出了 找过很多弯路 好用的东西就分享给你们 好了今天视频拍到这里 下期见拜拜